台北市長柯文哲在疫情記者會上說明 北市疫情跟兩三週前比起來明顯下降 透過曲線圖顯示雙倍疫情進入高原期 北市府密切監看醫療量能 首都生活圈已經度過破風 至於這高原期還會維持多久 不知道 不過我們還是有在監看 整個台北市醫療量能 在目前雙倍大概每天 1萬2千人 甚至更高到1萬8人 大概醫療量能都沒有問題 那把整個全台灣6都拿起來看 應該講北北基陶宜首度生活圈 已經都大概都過破風了 慢慢掉下來 然後台中高雄 這大概第二輪了 慢慢現在已經進入 我估計在這個禮拜應該就會夠 夠那個洪洪期 那更後面就是台南 還有這個其他縣市 所以這個雖然同島一命你知道 但是因為人流狀況每個縣市不一樣 所以那個 確診案例的這種圖形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監看整個台北市人流的變化 監看人流變化最準的 看捷運跟公車的數量 我們目前捷運的這個流量 已經回到大概過去最高點的差不多60% 我們最低的時候降到40% 現在開始慢慢再回升 所以應該是大家也發現這疫情趨緩以後 那整個人流量在上升 不過雖然人流量在上升 還是要拜託大家 這個基本動作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 這個反正都已經兩年多了 基本動作還是要知道 那一旦感染的話 你知道齁 最簡單是快篩先做的 陽性的話 如果症狀比較嚴重 或者你是屬於高位人群的 那就吃抗病毒藥物 我想這樣的話 你知道齁 大概我們就算這個新冠肺炎流感化 你知道齁 我們還是可以病毒共存 那我們監看整個台北市的醫療量 當然第一個是防疫基本診 就是說所謂快篩陽性的 我們現在把那個車來速都測掉了 回歸到每個醫院的急診外面 我們原則上是這樣 快篩陽性的還是在 每個醫院的防疫級門診處理掉 因為不想讓他進入門診 甚至病房去造成新的傳染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各位朋友這樣 你可以做快篩 就自己做 你覺得說快篩要花自己的錢 那也可以 反正你有症狀 到現在這些防疫級門診 你知道齁 也可以在當場幫你做快篩 所以 我們看就是這樣 紅色的是實際來看病的量 那藍色的是我準備的量 所以從這圖看起來就很明顯 我們目前這個防疫級門診的供應量 是遠大於實際需要量 所以我們有在跟我們講說齁 我們開始進行這個防疫級門診的撤退 所以我們第一步是先把車台數停掉 那其他一些比較 作業量比較低的防疫級門診 我們會慢慢把它撤掉 所以這個大概是 我們已經進入這個盤整期了 那最重要是這樣 看這個防疫專責病房的數量 那我們會監看每天住院跟出院的數量 目前住院跟出院的數量 大概是像這個6月13號為例 你知道齁 住院164例 出院163 所以大概出住大概平衡 這個是這樣 其實有黑數 不管黑數多少 看這個是最準的 那麼 因為我們的防疫專責病房 當時量擴增相當多 達到了2335床 那目前我們的空床數達到1240床 所以民進跟那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有申請說 是不是把那個防疫專責病房的床數 之前我們已經從30降到20 我們現在希望從20再降到15 因為要控出那些醫療量能 去處理我們平常一般的疾病 所以總結來說 你知道齁 目前整個雙北地區 疫情是趨緩 那我們 還有嚴格的監控 防疫疾門診的量能跟需要量 也監控整個防疫專責病房的空床數 還有這個住院數 那目前大概是OK啦 所以我們會把一些 那個醫療量能比較過多的地方 會刪掉一些 也讓這個醫療人員可以休息一下 那至於說以後疫情會不會反撲什麼 太難預測了 所以是這樣 我們就按照整個疫情的變化 隨時調整我們的防疫的戰線 大概就是這樣 北市府也成立新冠兵末者喪葬專區 過去因為禁速火化要求 家屬跟至親無法好好說再見 造成許多遺憾 於是北市府討論怎麼讓王者更有尊嚴 避免給家屬二次傷害 那中央的規定 目前還是確診者病末後的禁速火化 那禁速火化會的確是 之前是造成家屬來不及跟 他的至親好好的說再見 那也有很多的遺憾 那經過包括民眾的反應 還有我想 台北市政府在著手討論怎麼樣來應變 讓王者更有尊嚴 然後避免家屬的二次傷害 那所以我們在這幾天已經 把我們二兵的一些相關的空間 給盤點了一下 然後也能夠移出的位子 那我們將台北市正式啟用 確診者的遺體火化跟喪葬專區 那我們有幾個措施 有七個措施 第一個遺體火化之前 我們會有一個帶火化的大體 臨時的冷藏櫃 那以本市的市民為優先 那這冷藏櫃就是讓他可以 在這邊暫存 然後到晚上可以火化的時間 所以不會讓現在是業者 在醫院移出來之後 可能在車上入鏈 然後在臨車上等待 我們會把這個部分 移到我們火化大體的臨時冷藏櫃 先在我們二兵這邊做兵存 那如果他冰存完畢 晚上需要進入火化的時候 我們旁邊會有一個臨時的入鏈區 就是讓大體可以在這邊 能夠入鏈在棺木裡 然後他的家人也可以在旁邊 做一個簡單的告別 那最後是我們在火化前 在我們的火化大廳 我們還會有一個儀式的告別區 讓家屬可以在這裡 跟他的至親來做告別 那因為很多的時間非常的衝促 所以很多的家屬 其實心理上有很大的悲傷 所以我們也會成立一個家屬 24小時的諮詢專線 那這是讓家屬可以打電話進來的 電話號碼是8732-9762 8732-9762 所以讓家屬24小時可以打電話進來詢問 相關的事宜 那另外針對我們確診者的家屬 我們現在也提供主動電話關懷 那來協助後續他的遊生和問題 都可以再跟我們聯絡 那其他的服務的部分 主要是我們上次市長已經在議會承諾的 就是我們提供特殊視窗型的遺體帶 也就是濕帶 那一樣也是以本市市民為優先 那第七個我們還會成立一個排位專區 就是會讓有些地方在我們的拜販區旁邊 會增設一個確診者的拜販專區 那這個是他的照片 很多媒體朋友已經去拍過了 他就在我們二兵的火葬場旁邊 在那個路旁邊 因為現在二兵正在施工 所以他的空間非常的小 不過我們放了一個貨櫃的臨時冰櫃區 臨時冷藏櫃 那這個臨時冷藏櫃旁邊有一個臨時的入鏈區 這入鏈區就是可以讓關 在這邊有關木 然後讓大體可以入鏈 可以讓家屬在這邊行一個簡單的儀式 那如果已經蓋關以後 然後到要進到火化之前 我們也會開放火化儀式前的告別區 讓家屬在這個場域來做告別 那這個是在火化的時候 那主要是特殊視窗型的遺體袋 跟排位專區 那這個特殊視窗型的遺體袋 大概是在下周會到位 那這個是有在頭部的部分 會有一個透明的可以讓家屬沾養一容 那另外就是我們在拜放區旁邊 設置了一個確診的專區 讓如果家屬這邊需要有一些祭拜的部分 我們也會讓它設在這個區塊 所以這三個方式 那目前為止這些服務 台北市政府所提供的都是免費的 那我們希望說在這個疫情的疫情當下 失去家人的心痛 我們希望家屬不要獨自的承受 那台北市政府這邊會在 現在明天我們就可以開始啟用 那是濕帶的部分可能要下周才能夠啟用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陪伴家屬一起度過 這些失去親人的悲痛 而且可以好好的放下 副市長蔡秉坤也說明兒童疫苗施打部分 北市現在有六成多的兒童 已完成接種第一劑 間隔四周 北市也規劃衛生局 教育局 會在東西南北區各選一個學校 讓小朋友造冊接種第二劑 這個兒童疫苗的接種 是這陣子大家都很關心 那我們打到現在 到現在 那莫德納的疫苗大概打了兩萬左右 那BNT的話已經接近八萬 所以整體台北市的兒童加起來 已經有六成多的小朋友 都已經接種了第一劑的疫苗 那中央已經提到說 兒童的疫苗第二劑 只要跟第一劑間隔四周以上 就可以接種第二劑 所以我們也已經規劃好了 那莫德納是從五月五號開始接種的 所以算到今天 那已經有一些小朋友 已經達到了四周以上 所以我們馬上就在 6月18跟25這兩個週末 我們在東西南北區 各選擇一個學校 包括內府國小 錦美國小 西門國小跟文化國小 來讓這些小朋友來做一個接種 造冊接種 所以各個學校都已經在進行當中 那我們初步調查 這個看起來還蠻熱絡的 也就是說 莫德納的第二劑 那有這個7500多位 已經這個造冊 那第一劑也有增加了200多位 那BNT的第一劑 也有2400多位 來造冊 所以我想經過這兩天 兩個週末 我們讓這個想要接種第一劑的 那或者是已經開打6月18 正式開打第二劑 那能夠提供這樣的機會 當然我們第二階段 就會在6月27到7月1號 連續有五天的時間 我們要進校園做第二劑 針對BNT 因為BNT的開始打 是5月26號開始打 所以要達到四週的話 大概就是6月27 我們也是在最快的時間 來提供服務 那6月27到7月1號 我們進到小學 來進行這個第二劑接種 當然我想BNT是最多 那莫德納有需要的 我們一樣會來做接種 另外北市府日前已經宣布紓困方案 振興方案則考量疫情還在 沒有實質意義 各單位都還在會整和研議 預計7月底提出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請坐 請坐 cil人 請坐 請坐 快 請坐